大家好 我们接着来 下面将是我们要动学这个章节 第二大指示板块了 第二大节 要动学的基本概念及相关参数 下面又分为五个内容板块 我要向大家说明的是 我把它的顺序略略的做了一下调整 我把方式模型 这个内容放在最后了 而且就给了一张环灯片 一张环灯片 为什么 因为它性价比实在是太低了 几乎都不怎么考 考到了这题也做不对 因为太难太抽象了 所以呢 它容易构成我们复习过程中的拦路虎 性价比最低鸡肋 完全可以舍弃 所以我把它调到最后了 前面这四节 确实非常非常重要的 都会有题目设计 所以前面是重点 然后我按照考试权重 进行了分级 看一下 第二节 要动学的参数计算 以及临床意义 是最重要的 也是相对来说 有一点难度的 然后我补充说明一下 然后这个防止模型 它其实就是我们 去计算药物消除动力学的一个数学模型而已 所以它真的不是太重要 大家不用过于纠结 有舍才有得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一次展开 首先 第一个内容板块叫做 药物的食量关系和食效关系 食效关系 顾名思义 就是 伴随给药后的这个时间 药效 所发生的一个变化 这个 我们就不在这提了 因为没有什么分数 因为药效学 我们是在上一节讲的 我们讲药效学的时候 重要讲的是量效曲线 还记得吗 影响药效 主要是 药量 是量效曲线 量效曲线 主要是研究药效 影响药效的 各种因素的 我们是在 药效学那个章节 已经学过了的 现在这个章节 我们正在学习的是 药物代谢动力学 对吧 研究的是药物的体内过程 吸收分布代谢排泄 所以我们重点来看这个 食量关系 研究药物的体内过程 我们用到的曲线 叫食量曲线 古名思义 横坐标是时间 纵坐标是伴随时间 需要浓度 所发生的这么一个变化 我们这是通过实验 所描迹出来的这个曲线 就是所谓的食量曲线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曲线长什么样子 看一下啊 层坐标是时间 纵坐标呢 是需要浓度 好吧 药物的需要浓度 然后很明显 当我给药之后 伴随着药物的吸收入 需要浓度越来越高 随后伴随着药物的分布 代谢和排泄 需要浓度越来越低 大家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曲线 便是所谓的食量曲线 这个曲线是我们做实验描迹出来的 不是想当然画出来的 比如说 给药之后 一个小时 我抽血测测它的需要浓度 然后给药后两个小时 抽血测测的需要浓度 给药后三小时抽血测需要浓度 然后我把所有的需要浓度连起来 连成的这条线 就是所谓的食量曲线 好吧 那么我们这部分内容考什么呢 考 看图说话 就是你从这个食量曲线上 能看出哪些参数来 要会用 我们出题就出在这个角度上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曲线啊 整个曲线一开始 有一个上升之 上升的过程 这意味着 伴随着药物的吸收入血 需要浓度越来越高 主要是吸收啊 需要浓度越来越高 当然只要药物入血 就会开始分布 这个免不了 然后大家看 当需要浓度达到高峰之后 它又开始下降 是这样吧 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直至到零 这个药室曲线的下降值 我们知道 对应的就是 药物的分布代谢和排泄 也就是需要浓度越来越低 原因是药物离开了血液 发生分布了 被代谢了 被排泄了 这条曲线所反映出来的信息 就是这样的一个体内过程 然后通过这条曲线 对它的研究 我们可以声称如下参数 第一组参数 叫做风浓度和达风时间 风浓度又叫最高血液浓度 最高血液浓度 英文简称用Cmax来表示 我们知道max代表最高的意思 达风时间 时间我们都用Ttime来表示 对吧 所以是Tmax OK 这个非常之简单 还有几个小名词 会用就行 血管外的给药途径 整个药室曲线 我们呢 把它分为如下三期 首先是什么期 潜伏期 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药效的一段时间 指的就是从给药开始计时 直至开始出现疗效的一段时间 我们叫它潜伏期 因为血管外给药 总得有一个吸收过程 对吧 等血液浓度达到最低有效浓度以上 才会出现药效 出现药效之前这段时间 我们叫它填伏期 然后下面是持续期 顾名思义 就是药物 药物的血液浓度 维持在最低有效浓度以上 也就是药物维持在有效浓度 何为有效浓度 至少是在育浓度以上的一段时间 当然这段时间的长度 与药物吸收的速度 以及消除的速度是有关的 最后 当血液浓度重新被清除到 育浓度以下的时候 也就是它没有药效了 就是 血液浓度降到有效浓度以下 我们知道有效浓度 我们前面讲过 又叫育浓度 育浓度 或者叫最低有效浓度 这都是一回事啊 最低 有效浓度 这都是一回事 对吧 血液浓度已经降到有效浓度以下 直至完全清除的这段时间 叫做残留期 这是我们介绍了 通过钥匙曲线 可以看图说话 识别出来的几个名词 下面我们就将这几个名词呢 在真正的钥匙曲线上 给它一次的画出来 有没有感觉像是在小学生看头说话的感觉 就是这样啊 这部分值是并不难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你来告诉我 Cmax 也就是最高需要浓度在哪啊 不就是这个 峰值吗 对吧 有时候我们又叫它峰浓度 对应的这个需要浓度叫 峰浓度 Cmax C就代表浓度 然后 从这开始计时 从这开始给药 给药开始计时 对吧 从开始给药 直至需要浓度达到峰浓度的这段时间 就是所谓的 打峰时间 这段时间就是打峰时间 然后 比如说 这是我们的最低有效浓度 又叫预浓度 或者叫预计量 一回事 这个值是我们之前通过 那个 量效曲线 就我们上一 上一章讲 要效学 通过量效曲线 可以读出的一个参数 叫最低有效浓度 也就是说 当需要浓度 在这个浓度以下时 是没有要效的 所以你看到了 这从开始给药 到 这儿 这段时间 没有要效 所以我们叫它什么期 潜伏器 然后 需要浓度升到 最低有效浓度以上了 升到这个浓度以上了 于是 这个时候开始出现要效 看 需要浓度出现要效了 对不对 一直到这儿 到这个时间点 往后 需要浓度又再次被清除到了 预浓度有限 以下 所以要效再次消失 那么 从这儿到这儿 这段时间 是有要效的 我们就称之为药物的持续器 后面 我们就称之为残留器 这就对应上了 我们上一张昏灯片 所介绍的那五个名词 来 风浓度 达风时间 潜伏器 持续器和 残留器 这是我们通过 一次给药的这个 药室曲线 所能读出的五个参数 非常简单吧 对的 然后我们再给一条线 比如说 当需要浓度达到 这样的一个浓度时 就会出现中毒 我们称之为最小中毒浓度 这个浓度也是我们通过上一章 讲药效学的时候 通过量效曲线 那个曲线读出来的参数 好吧 然后 要知道 我们的需要浓度 必须高于最低有效浓度 但必须低于最小中毒浓度 就是 必须在这个范围内 进行波动 否则 如果超过最小中毒浓度往上 就会有中毒了 低于 最小有效浓度往下 低于浓度 愈浓度往下 那是没有要效的 这就可以顺理成章的 识别出来了 好了各位 那么这儿我们就搞定了 第一个知识板块拿下了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第二个知识板块 同样也是我们 接下来最重要的 最难的一个知识板块 还记得吗 它是三星期考天 在考试的时候肯定有这样的题目 所以你知道它的重要性 同时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需要大家掌握 首先你要知道这些参数 它的概念 会利用这些参数进行一些计算 知道它的临床意义 换句话讲 你得会用这些参数 那么我们来看 需要你掌握的这些参数 有如下六个 第一表观分布容积 英文简称VD 第二 曲线下面积 英文简称AUC 第三 生物利用度 英文简称是F 第四 消除速率常数 英文简称是K 第五 反摔期 英文简称是T 二分之一 最后一个 清除率 英文简称是CAL 也就是此时此刻 你有一个任务 那就是记住这些英文简称 因为在做题的时候 你将直接使用的是英文简称 那么这些参数 为什么如此之重要啊 我来给大家 打个比方 比如说你要去买手机 你要想选一款心仪的手机 如何在手机与手机之间互相比较啊 是不是就通过手机的参数 来了解这个手机具体的情况啊 比如说 苹果手机 有华为手机 对吧 它们的像素 屏幕分辨率 屏幕的大小 对吧 长宽厚 包括内存的大小 等等等等 这些手机的参数 对于手机来说 非常重要 是一个手机的固有属性 是这样吧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 手机的参数来了解手机 那么对于药物来说 也是这样 每一个药物 都有如下 这些参数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药物的这些参数 来对这些药物 形成非常到位的认识 能理解了吧 所以我想告诉你的是 所有这些参数 对于某一种具体的药物来讲 都是常数 何为常数啊 就是药点 你都能查出来 包括药品的说明书 举个例子 比如说 普奈洛尔 普奈洛尔这种药物 它的表观分布容积 它的区间下面积 生物利用度 消除速率 常数 半衰期 在药点上 以及药品说明书上 都可以查得到 是一个药物的固有属性 明白这意思了 好的 然后 所以 这些参数 第一 你要知道这些参数 掌握三次概念 第二要回用 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一次展开了 强调一下 相对比较难的是前两个 下面几个比较简单 尤其是第一个 表观分布容积 是最消耗我们时间和精力的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表观分布容积 这个名词起的就挺拗口的 是这样吧 似乎不太懂是什么意思 至少知道它是一个体积 什么样的体积呢 指的是药物进入到体内之后 所占有体液的这个体积 比如说我吃了普奈洛尔了 普奈洛尔进到我身体里之后 有多少生的体液中 有普奈洛尔这种药物 明白的意思了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是我所有的体液 这是我所有的体液 那比如说其中这一部分 有普奈洛尔的分布 那这一部分的这个体积 就是普奈洛尔的表观分布容积 懂得解了 所以它的完成概念是 理论上 但是我说明一下啊 普奈洛尔进到我体内之后 到底分布到了多少体液当中 这个无法测出来 只能间接算出来 因为是算出来的 而不是直接测出来的 它只是一个理论值 所以我们加了表观这两个字 明白的意思了 加了表观这两个字 它的单位呢 是一个体力单位 升 或者是 升每公斤 那这个值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看一下 比如说我 我呢今天吃了 举个例子啊 我吃了20毫克的普奈洛尔 对吧 所以 要量是20毫克 然后呢 我抽血 错得我普奈洛尔的血氧浓度 错 错得我普奈洛尔的血氧浓度 举个例子啊 错得我的血氧浓度是 二 豪克 每升 对吧 你看 药量有了 浓度有了 药量除以浓度 算出来的不就是一个体积吗 这个体积 就是普奈洛尔在我体内所占据的体液的体积 是这样吧 所以大家看 表观分析不容积 它的计算方法 是用 药量 就是体内的药物总量 除以血氧浓度 血氧浓度 药量我们知道 我们给了多少药量我知道 然后血氧浓度是可以抽血测出来的 这样 算出来的这个体积 就是普奈洛尔在我体内的分布体积 我们叫它表观分布容积 所以 注意一下啊 再次强调 表观分布容积 并非该药物在体内真正占有的体液容积 只是理论上算出来的 所以叫表观分布容积 OK 加了表观这两个字 好 这是我们介绍了一下 这个名词是怎么来的 好吧 其实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身体当成一个容器了 就把我们的身体当成一个 都是水的容器 对不对 然后药物当成溶质 药物的量知道 溶液的浓度知道 我们都知道啊 浓度乘以体积 等于药量 那么药量除以浓度就是体积 是这样吗 反过来 药量除以体积就是需要浓度 这是这个表观分布容积 最基础的一个理论依据 OK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生成这么一个名词啊 这个名词对于我们临床来说 有什么意义啊 我们来看一下 通过表观分布容积 我们第一 可以进行需要浓度 与药量的换算 比如说 如果你知道给患者用了多少药量 你就能够推算出他的需要浓度 就不用抽血测了 反之 如果你知道他的需要浓度 你就能 知道他吃了多少药 就能推算出药量来 怎么算 我们等一会儿说 第二大临床意义就是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表观分布容积的这个指标 通过这个指标 去推测药物在体内的分布情况 它占据了我多少的体液 明白了 在我体内分布的是分布的广 还是分布的 叫 极限 我可以推测到 因为这 这一点无法测出来 你不可能把这人 整个拆了 看看肝里边有多少药 肾里边有多少药 血里边有多少药 你不可能把这人这么拆了去 是这意思吧 所以只能卷接推测 第三 我们还可以判断药物的排泄速度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解决这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 就可以直接转化成题目 也就是直接转化成分数 体会出在这 下面我们来解决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们说通过表观分布容积 可以进行血药浓度 与药量这两个值的换算 那么如何换算呢 非常简单 只不过就是一道应用题而已 来看 比如说 例一 我们来举个例子 我们将药物A注射给药 药物A全部入血 对吧 所以我们知道它的药量 看啊 我们就已知药物A的药量 为DA D代表药量吗 A就是A的药量 药量是已知的啊 我给它注射了多少药 我自然是已知的 另外 我查药点 我知道药物A的表观分布容积是 VDA 也就是说 我知道药量 知道体积 我想求一个血药浓度 还不是简单的很吗 我用药量 除以体积 算出来的就是 该药的血药浓度 也就是 CA 也就是我不用臭血去测测它的血药浓度 我只需要将 给药量 除以它的表观分布容积 我就能算出它的血药浓度来 明白了 这就是它的第一个用法 那么再比输我们反过来 这个呢 是已知药量 已知药量 然后我们 可以算出血药浓度来 我们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 一个患者来了 可疑药物B中毒 但是他到底吃了多少 我不知道 我想知道他到底吃了多少 好 我可以抽血 注意啊 我可以抽血 挫它的血药浓度 测出来是CB 就是B的浓度 CB就是B的浓度 C就代表浓度 我抽血测出血药浓度来 然后我可以查药点 查说明书 获知该药的表观分布容积 也就是它进到体液后 进到我们身体后 会分布在多少体积的体液中 有多少生的体液中 那就简单了 浓度有了 体积有了 那药量 还不是简单得很吗 我们用浓度 乘以体积 算出来的 就是这患者吃了多少药 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血药浓度 推测出药量 明白了吗 这就是表观分布容积的第一个临床意义 可以通过这个指标 进行血浓浓度于药量的缓算 OK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代临床意义 我们说表观分布容积 还可以推测药物在体内的分布情况 也就是说这药进到我们身体里之后 到底占据多少生的体液 反过来就是多少生体液里面有药 这我怎么才能推测呢 这个只能推测啊 因为你不可能把杆啊 甚至都摘出来 看看里边有多少药 是这意思吧 怎么推测呢 先看这张图片 这代表我们的组织 组织就是肉 肉就是组织 看这是血管 这是一个一个的细胞 那我们的体液 在血管内的叫血浆 这也没问题吧 血管外细胞和细胞之间的叫组织液 细胞里边的叫细胞内液 那药物进到我们体内之后 到底都分布到哪去了呢 是主要集中在血液中 还是到组织液中啊 还是已经钻到细胞里边去了呢 那到底分布了多大的面积啊 对吧 占据了多少的体液啊 这怎么推测呢 这就需要大家有一些胜利学基础了 我们知道一个体重60公斤的人 体液总量42升 这是一个固定的啊 好吧 这是一个胜利学基础知识 所有的体液统共就42升 那好 那如果我算出来某药的表观分布容积是5升 这5升 也就是药物在体内占据了5升的体液 那就意味 意味着这药物主要分布在血浆中 因为我们的血浆大概就是5升 明白了 要知道啊 药物 肯定是先入血 第一步先入血 然后从血液可以进入组织液 也就是我们说细胞和细胞之间的组织液 再从组织液进入细胞内液 细胞内液 也就是说药物在体内分布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现在我们算出来表观分布容积是5升 血液的量正好是5升 明白了 证明这药物主要分布在血浆中 OK 那么再来 如果我算出来该药的表观分布容积是10到20升 也就是药进到我们身体里之后 将占据10到20升的体液 肯定光血浆是不够的 因为血浆总共才5升 那就意味着 它分布于细胞外液当中了 也就是到这了 10到20升 到这了 因为就是我们的组织液加血浆 加起来就正好是10到20升 懂了吧 好再来 如果我算出来的表观分布容积 正好是40升 就是40升左右吧 你看我们全身的体液 42升 然后它的算出来 它进到我们身体内 占据的体液量也是40升 那就证明我们全身的体液 都有药物的分布 也就是药物已经进入到了细胞内液中了 40升 也就是血液组织液细胞内液里边都有药物的分布 明白这意思了吗 好 要看啊 药物分布的时候是这么走 然后药药想排泄得反正走 从细胞内液出来到组织液 从组织液出来到血液 然后血液在精神排出体外 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 然后最后一个关键的地方来咯 看一下 天哪 我居然算出来一个药的表观分布容积是100升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怎么解释啊 你想啊 一个60公斤的人总体液量才42升 但是我们算出来的表观分布容积却占据了100升的体液 我们去哪搞这100升的体液啊 其实好解释 其实就是药物呢 在某一器官或组织中叙集了 我们来看一下图片 我给了一张图片 比如说药物进到我们体内之后 全都堆在了某一个器官当中 药物全在这 药物全堆在里边了 药物全堆在里边的话 血药浓度就特别低 能了解吗 药物的血药浓度就特别低 那大家看啊 药料除以血药浓度算出来是表观分布容积 是这样吧 现在因为药物都浓集在某一个器官都堆在这了 所以血药浓度特别低 也就是分母特别低 分母低 算出来的表观分布容积就特别的什么 大 OK 你看算出来 算出来一百升 远远高过我们实际体液的体积 这就意味着 药物与某一器官中浓集 听懂这意思了 比如说点啊 比如说死环素啊等等 这些点就喜欢甲状显 脚浓度很低 是这意思吧 所以算出来的表观分布容积就特别大 再比如说地高性地高性 这是很出名的啊 地高性算出来表观分布容积也是飞远远大于这个实际的体液量 因为地高性也容易在器官中蓄积 在一些组织中蓄积 躲起来藏在一个局部 很难出来就容易中毒 OK 所以你看到了吗 我们果然就是可以通过表观分布容积这个数据 来大概推算一下 推测一下 它在体内的分布情况 好搞定 下面将是表观分布容积的第三大胜利意义 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数据 表观分布容积的数据 来判断药物的排泄速度 那么如何判断呀 结论是表观分布容积越大 就证明它进到我们体内之后 分布的越广 占据的体液量越多 对吧 那它要想出来 要想离开身体 就会很慢 排泄的越慢 就像我刚才说的啊 药物先要什么 还记得吗 药物先要入血 血进什么液来着 组织液 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啊 因为我们回头讲 防止模型 其实就是在描述这么一个过程 组织液进什么 细胞内液 细胞内液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药物的表观分布容积特别大 比如说细胞内液中都有药物的分布 那它要想出来 这个过程是 很慢的 很复杂的 它必须从细胞内液到细胞外 组织液 从组织液到血 从血到肾 对吧 然后最后才能离开身体 所以它排泄的就比较慢 有理解了 反之 如果表观分布容积特别的小 比如说表观分布容积只有五升 只有五升 也就是药物主要就在血里边 就只要分布 就在血里边 所以它要想出来 很容易啊 直接顺着血 流经肾 然后就滤出去 所以在体内的分布越小 排泄就越快 这便是如何利用表观分布容积这个指标 来推测药物的排泄速度 怎么样 通过一个参数 我们便可以实现这么多的临床目的 所以这个指标非常之重要 OK 搞定 过了啊 我们来做到题吧 试一下 这道题其实就是小学运算 是的啊 不要把它想那么复杂 看题目告诉我们 某药的表观分布容积是40升 也就是说 这药进到我们体内之后 40升的体液中都有药物 也就是药物的体积是40升 体积啊 是40升 然后 说如果想要立即达到每升4毫克这样的血药浓度 需要给多少药物剂量 对不对 这就是让你用血药浓度 就是用这个是已知的啊 用已知的血药浓度 推测药量 血药浓度有了 血药浓度是几呢 4 4 是不是这样呢 4毫克 男生 体积有了 浓度有了 求一个药量 不就是这么个关系吗 是不是这意思 体积乘以浓度不就是药量吗 所以40乘以4等于多少啊 160啊 是吧 160 毫克 出来了 一选项 这就是表观脂肤浓积的实际的临床应用 懂了吧 也就是说你只需要查要点 查到这个指标 然后你有你目标血药浓度 我想要让血药浓度达到这个值 我就知道该给多少药量 会用了吧 好的啊 非常重要吧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参数 叫做曲线下面积 因此简称AUC 曲线下面积 曲线下面积 顾名思义 no 就是一次给药后所描述出的这个药石曲线 下边这黄椰色的这一片它的面积 所以概念很简单 关键这个面积有啥用啊 注意了啊 曲线下的这个面积它的大小 可以反映给药后一段时间内药物在体内的总量 这就是它巨大的临床意义 反映体内药物的总量 也就是说曲线下面积越大 证明体内的药量越多 这一点太可爱了啊 要知道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给了十个毫克 口服了十个毫克 但真正入血了多少毫克 也就是真正吸收了多少毫克 我很难知道 你说是吗 我不可能把这人当炸汁机一样炸出来 看看里边有多少药 是吧 但没关系 体内的药量的多少 可以用曲线下的面积来进行反映 好吧 而体内的药量我们来看一下 也就是说 一次给药的药室曲线下面积 与给药剂量成正比 比如说剂量越大 则进入到体内的药量越多 那么曲线下面积变越大 所以根据曲线下面积 我们其实可以反映药物吸收的程度 此话怎讲啊 我们来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药物A 口服十毫克 口服十毫克 最后吸收了六个毫克 药物B 口服十毫克 最后吸收了八个毫克 大家看啊 口服的量是一样的 但是最后进入体内的量不一样 那么 必要的药室曲线下面积 必要的AOC AOC 就大于 就是描述出来的药室曲线下面积 就比A药的药室曲线下面积 比较大 能理解吧 比如说 AB这两个药 我举个例子啊 A厂家生产的阿摩西林 B厂家生产的阿摩西林 谁的吸收更好啊 我就选一个同样的剂量 比如说 阿摩西林 都选两克 都选两克 剂量一样 给患者口服 然后分别描迹这两个厂家 药物的药室曲线 看看谁的曲线下面积大 那么哪个厂家 药物的吸收程度就更好 OK 因为曲线下面积与体内的药量 乘正比 这就是曲线下面积 那么接下来 搞定了曲线下面积 我们才能够去 搞定第三个参数 生物利用度 因为要想计算药物的 生物利用度 需要借助曲线下面积 这个参数 来看生物利用度 它的英文简称是F F 它的定义是指的是 血管外给药后 其中真正能被吸收入体胸环的 药物的相对分量及程度 它的公式就是 比如说给药了 10个毫克 真正吸收入血了 8个毫克 8毫克 好 用入血的药量8毫克 比上给药量10毫克 那么该药物的 生物利用度就是80% 明白了 就是所谓的80% OK 为什么一定要加血管外啊 因为血管内 生物利用度是100% 对不对 只有血管外给药 才有可能 才不可能全部入血 全部被流 才有生物利用度的这个概念 这便是生物利用度 这个名词的由来 但是问题来了 给药量我们可以知道 但是真正吸收入体内 到底多少药量 很难知道 那怎么办呢 我们说了 可以借助我们刚刚上一个参数 取形一下面积 也就是公式中的药量 我们完全可以用取形一下面积 来表示 明白了 好 然后 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具体的操作过程 怎么来计算 怎么来去测算一个药物的生物利用度 看 我呢 比如说某药物 某药物给一个具体的质量 比如说10号克 10号克注射给药 要知道注射给药的生物利用度是100% 同意吗 所以我注射给药 描迹珠的取形一下面积 就是100%的生物利用度 明白了 该药物100%的生物利用度 做对应的取形一下面积 我先描迹出来 然后同等剂量 同样的剂量 我换一种给药方式 比如说口服给药 口服给药肯定不可能100%被吸收啊 因为药手关消除啊什么的 对不对 然后我将口服给药的药食群 药食曲线描迹出来 然后错取形一下面积 你看到了 口服给药的取形一下面积 肯定不可能高于 肯定是小于注射给药的取形一下面积 因为人间的生物利用度是100%啊 那好 我就用这个面积 比上这个面积 口服给药的取形一下面积 比上注射给药的取形一下面积 算出来 就相当于吸收入血的 口服入血的药量 比上总的给药量的个比值 算出来该药的生物利用度 明白吗 变成面积比面积了 看啊 生物利用度原来的概念是 吸收入血的药量 比上你当初的给药量 一开始的给药量 但药量 给药量还好 真正入血的药量出不来 出不来怎么办 我们把药量换成两个面积 对 换成了两个面积 两个取形下面积 注射给药的取形下面积 就相当于该药百分之百倍利用 然后口服给药的取形下面积 占注射给药取形下面积的百分之多少 就是该药的吸收的比例 比如说算出来 一个面积的比率是百分之八十 就是意味着该药的生物利用度是百分之八十 给十毫克入血八毫克 听懂这意思了 这便是生物利用度 这个概念的计算方法 或者说叫测算方法 好 那么生物利用度呢 又分成了两种啊 一个绝对生物利用度 一个相对生物利用度 为了加以区分 一个用F来表示 另外一个用FPR 主要就是实验对象不一样 事实上每一种血管外给药途径的质剂 都要去测量它的绝对生物利用度 方法 你看就是面积比面积 比如说药量比药量 变成了面积比面积 用血管外同样剂量啊 同剂量 同剂量 血管内给药 相当于百分之百倍利用 在寒日这个剂量 血管外给药 比如说口服给药 血液下面积 那么一笔 出来了 比如说百分之八十 也就是 吸收量是给药量的 百分之八十 所以绝对生物利用度 它的生理意义 或者说它的临床意义 是判断 血管外给药 它的吸收程度 和吸收速度 吸收程度用数据 就可以看得出来 吸收速度 其实我们可以从曲线 曲线它的抖 还是缓 来看出来 比如说 这个吸收速度 跟 这个吸收速度 很明显这个更抖 证明这个吸收更快 这个呢 比较缓 这个吸收就比较慢 这是绝对生物利用度 而相对生物利用度呢 它呢 是拿共识药与对照药 能对比 也就是药和药互相比较 还是啊 比如说同几量 同一个几量 同一个几量 A厂家和B厂家 你说都是阿摩歇灵两克 分别测量 曲线下面积 看看谁的曲线下面积大 或者是拿共识药 和我们的标准药 或者叫对照药 去比较 看它合格 还是不合格 当然了 我们还可以去比较 不同的制剂 什么叫不同的制剂呀 比如说 比如说 同样是硝酸甘油 舌下片 舌下片和口服 这两种方法 我们可以分别测出 它的这个生物利用度来 你会发现 舌下给药的口服 生物利用度 要远远高于口服给药 OK 也就是看来舌下制剂 比口服要好一些 等等 在不同的制剂间进行比较 比较它们的吸收情况 总之 还可以评价 自己的质量 这是相对 生物利用度的 临床意义 这样我们就搞定了 生物利用度了 前三个搞定了 剩下三个参数 就比较简单了 来看第四个 叫做消除速率常数 英文简称是K 指的是单位时间 比如说每分钟 体内消除药物的分数 举个例子 比如说某药的K值为0.17 H-1 H是hour 小时的意思 什么意思 每小时消除 多少呢 消除17% 每小时 消除残余药料的17% 要看得懂 要会看 就是可以表达成这种 这种形式 不过写的太长 看 每小时消除17% 不是写的太长吗 所以我们可以点写 为0.17 F-hour 就每一个小时 消除 原药量的17% 这是一个固定值 每个药在体内 有其自己 特定的消除速率常数 一个消除速率常数 反映是我们机体 对药物的清除速度 消除速率常数越大 证明机体对药物的 清除速度越快 谁的消除速率常数 才会变啊 比如说肝功能不良的 肾功能不良的老年人 清除机制 低下了 所以清除能慢 那么这个清除速率常数 就会变大 对于正常人来说 这是一个常数 明白了 常数 接下来 第五个参数 叫做半衰期 英文简称是T1 古名思义 是指的 血要浓度下降一半 所需要的时间 这个指标太重要了 我们临床应用广泛 比如说半衰期长 也就是药物消除一半 所需要的时间长 证明药物消除的慢 半衰期短 证明药物消除一半 所需要的时间短 意味着药物在体内的 消除速度很快 那你就应该猜到了 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关系啊 有没有关系 有啊 比如说消除速率常数大 也就是消除的快 半衰期就短 对呀 半衰期就短 消除的慢 半衰期就长 那么它二者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们等会再讲 回头讲 消除动力学的时候 我们再去讲 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 这儿先把概念弄明白了 最后一个概念 叫清除率 英文简称是Cl 大C小L 注意啊各位 清除率是一个体积质哦 又是一个体积 什么样的体积 指的是单位时间 比如说每分钟 每小时 我们的肾 能把多少升 血浆里的药物 给过滤干净了 给滤清除了 你们啦 就是每一小 比如说每小时 机体 主要就是肾了 是吧 能把多少升 血浆里 弄干净 把里面的药清干净 这个清除了的体积数 就是所谓的清除率 严格的来讲 我们的清除率 等于肾的清除率 加上肝的清除率 加上其他 比如说呼吸的清除率 当然了 这些基本上 就可以忽略不计 一个药物的清除率 主要取决于谁呢 升功能 注意它是一个体积数 所以单位是升 就是每小时升 升 每小时 每小时能清除 比如说每小时能清除 一升 血浆 把一升血浆里的药物 给它滤干净 过滤干净 所以清除率呢 主要是反映肾功能 反映肝功能 当肝肾功能低下 则清除率下降 是这样吧 消除速率常数 也会受到影响 半衰息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你看 有没有发现 我把这三个常数 放在一张幻灯片上 因为 它们有一曲 同工之妙 这三个指标 均可以反映 药物在体内的清除速度 是快 还是慢 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 加以描述 好 这部分内容我们完成了 下面我们看一下题目 这是最经典的题了 第一题问 可以反映药物吸收快慢的指标 是哪一个 吸收快慢 吸收 伴随吸收是药物怎么样了 入血 对不对 于是血药浓度 应该是升高的 血药浓度应该是升高的 所以 那么达丰时间 越短 证明药物的吸收速度 越快 是这样吧 答案是A 再来看 第二个题 问的是 衡量药物吸收程度 关键字就是吸收了多少 你把吸收的比例有多高 这叫吸收程度 反映这样的指标是哪一个呢 便是 我们说的 曲线下 其实应该是生物利用度 但选项中没有 明白了 曲线中没有生物利用度的概念 那就选什么 曲线下面积 好的 比如说 A厂家 A厂家 两克 阿莫西林吃完之后 要是曲线下面积 是这么大 B厂家同样是两克 好吧 同样是两克 口服之后 曲线下面积是 这样 那很明显 A厂家 比B厂家 生物利用度要 就是吸收程度 吸收的程度要更高 对不对 可以反映药物的吸收程度 第三题 问的是 反映药物在体内 基本的分布情况 既然是反映分布情况 当然一是 表观分布容积了 分布对分布吗 对不对 好 所以答案是一 表观分布容积 表观分布容积越大 要在体内分布的更广泛 占据的体验量更大 表观分布容积的指标越 这指标越小 则药物在体内占据的体验量 越小 分布的越局限 OK 好 接下来第四题问的是 可用于确定给药间隔 有多长时间给次药的参考指标 是什么呢 多长时间给次药 取决药物消除的有多快 如果药物很快就清除了 所以我们就要缩短给药间隔 如果药物清除的慢 那我们就要延长给药间隔 是这样吧 那么反映药在体内的消除速度的是谁呢 这只能反映一个消除速度 只能反映每小时多少 每小时清除药量的百分之多少 是这样吧 能够判断给药间隔的 是半衰期 答案是C 我们可以利用清除率 来计算半衰期 好吧 再利用半衰期 来指导我们选择给药间隔 给药间隔 这么用的 好的 那这是我们通过一道题目 把刚刚的 药动学常用的参数 及其临床意义 带大家过了一下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